德云社高峰手谈《盲捧西争梦》 一战风神却不鞠躬 不愧是德云总教席 19年前22岁的高峰《盲捧西争梦》一战风神 那时的郭德纲也才仅仅32岁 2005年老郭天津省亲专场 因为天气的原因 除了郭德纲外 所有的演员都因为大雾被堵在高速上 看着空无一人的后台 老郭想找剧场沟通一下 是否能够推迟演出 没想到却迎来当头一爆 一眼不演出无所谓 七点半一到 我们就把灯打开 拉开大幕 台下是满坑满谷的观众 还有无数前来看热闹的同行 德云社的前途和命运 都掌握在老郭一人手里 这时老郭的经纪人王海想到了一人 那就是高峰 那时的高峰加入德云社仅仅四个月 但高峰在初中期间就演变了天津大大小小的相声茶馆 更是范震玉和金文生老先生的弟子 高峰也正好在天津 等高峰感到时看到的时这样一番风景 还有同行来串门呢 你看这后台 郭德纲向上端场没有人 他们我不管人家什么心态 反正郭老师虽然看上去谈笑风声 但是内心当中 我相信 那个时候他也才32岁 他可能也是非常的着急 郭老板那时也才32岁 两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换衣上吧 老郭的一句话让高峰一脸猛 我都没有听过你就让我上台 站在上场门的两人也是非常的忐忑 虽然高峰没有跟老郭合作过 也没有听过老郭的西征梦 但演出效果却出奇的好 刚蹦一出来 老郭提着的心也彻底放下了 演出到这时 节奏也慢了下来 没听过没演过 和高峰的现挂一个接着一个 让现场的观众接连叫好 那时的高峰 仅仅只有22岁 高峰也凭借盲捧西征梦一战风神 许多人都说 没有高峰老郭也可以说单口 先不说专场上说单口好不好 那时于谦老师到达时间还未定 也不能一直说单口 所以高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老板手谈西征梦时 也直言当年的缺点 22岁的年纪 能到达这种程度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在看当年的那场西征梦 可以明显的发现 老郭的节奏非常快 但自从刚蹦的杂怪一出 老郭的节奏明显的慢了下来 高峰可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一战风神却不鞠躬 不愧是德云总教席 不愧是德云总教席